資深分析師楊少凱老師 現在我們把他請上來了 因為老師是技術分析的專家 那這個選股上 有沒有一些價量上的一些觀察 好的 其實我們最近分享了很多的股票 都很標 那其實在這裡的話 其實題材非常的多 包含AI 儲能 這個題材真的相當多 只是大家怎麼去利用 他整理的時候去找出機會 那如果說對量價有關係的 我這裡有一份那個量價的秘籍 總共有九種變化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掃描我的QR Code 掃描QR Code之後 跟我們助理講說要領取 這份量價關係的秘籍 好 那量價關係的秘籍 他的變化這麼多 我們怎麼去運用他 怎麼去運用他 那我說過我三十年累積下來 有兩套選股方式 第一個很簡單 第二個又很好用 一個叫做右側效益的一個操作技巧 另外一個就是底部型態的一個旋骨法 那我們看下一張圖卡 右側交易怎麼運用呢 就是說在上漲趨勢還沒結束之前 利用拉回來測試支撐的時候去做買進 我們講技術分析 你可以講技術分析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的技術分析 跟一般的技術分析不一樣 大家理解說技術分析 可能是畫畫線 所屬波浪 其實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如果研究到後來 你真的透了 透了其實技術分析的作用 不是在畫線 也不是在屬波浪 而是在幹嘛 而是在看主力行為 怎麼去看主力行為呢 我現在簡單的跟各位講 一檔股票 他會不會繼續漲 你看他拉回來 有沒有手支撐 我簡單的講 股票會漲 他不是莫名其妙漲 一定有主力資金去推動 我們先不管說 這主力資金是誰 是外資還是投信 還是還是市場的市場的市場派的資金 我們先不管這些 一定有資金去推動股票才會漲 對不對 好 那有資金去推動 我們就不管這些資金是誰 我們把它統稱為這個 這些資金叫做主力資金 這樣子大家理解吧 好 那主力資金推動股價漲 他不是每天漲 他一定會有休息整理的時候 那休息整理的時候 我們看什麼 看看看他手不手支撐 如果他手支撐表示什麼 表示主力還在 他沒跑 那沒跑的話 他當然就會在創新高了 瞭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觀念 你理解完了之後 理解完了之後 當然最後主力 他最後要出貨 那出貨有出貨的技巧 這個到時候我們再講 但是出貨最明顯的現象 我來做比較的話 就是怎麼樣 他就不會手支撐了 他就會跌破支撐了 所以說我們在操作 我們是怎麼樣 跟著市場資金去做 不是去拆 你懂我的意思嗎 那跟著市場的主力資金做 就是利用他拉回來 手支撐的時候去買 萬一 萬一主力不往上拉 你不會大虧 好 看下一張圖卡 這個就是我說的 找這種有上漲趨勢的 我說過股價不外乎下跌盤整 跟上漲 你就是找這種趨勢就對了 好 那我們看 下一張 剛剛回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利用拉回來的時候 去做一個買進 然後你的停損設在支撐下方 萬一主力不拉了 你走 你會不會大虧 你不會大虧 對了你會大賺 好 我們舉什麼樣的例子 我們過去跟大家講的 充電樁的宏跡 宏跡是我在二月十七號 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宏跡是什麼 充電樁 充電樁 我們昨天講華晨 華晨我們不是昨天講 也是 華晨今天又漲停板 跟他的充電樁的題材也有關係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充電樁 我們講的是劍機 劍機 當時我們講的是劍機 劍機我當時說過了 我說他是美國 美國今年的充電樁 大概未來幾年要裝五十萬隻 對 那他是他的 那個一些劍機的相關的題材 好 那我們來看 當時我們跟各位講的位置 在哪裡 在這裡 你很好買 我把私生畫給你們 很好買 對不對 很好買 那今天又創了新高 那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K線圖 當時我在跟各位講的說 在這個股價 在這個位置還沒漲 這是不是拉回來測試支撐 對不對 那今天創新高拉回 你不用去追啊 這裡上漲之後 這裡是漲停板 這裡漲停板 上去的創新高的整理 整理這個支撐有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 主力還資金還在 對不對 那拉回來整理的時候 你都很好買 你不用等到創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 不要在股票創新高的時候去買 你十次有八次會套 對 你十次有八次 你會先套 那先套一打下來的時候 你會開始懷疑了 懷疑你到底對還是錯 比如說有其他股票漲 然後你會開始懷疑 所以買股票一定是拉回來 測試支撐的時候 去做一個買進 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同樣的機會 比如說像這樣子的機會有誰呢 宏基集團 我覺得今年有好些股票 都可以留意 那像這種是安基資訊 安基資訊 宏基資訊 抱歉 宏基資訊 宏基資訊的話 也是可以留意 他今天剛好拉回來 拉回來最好 我就是怕什麼 怕股票漲了之後 你們去追 今天剛好拉回來 我們來看什麼 看這個短支撐還在不在 那如果說這個短支撐 他沒有去跌破掉的話 表示什麼呢 表示這堂股票 他怎麼樣 主力還沒跑 價格走勢 還沒有破壞掉 那價格沒有破壞掉的話 後面就有機會繼續漲 安基的話 他是跟AI相關的 那宏基資訊 安基資訊 兩個都差不多 但是一個是 一個是AI 一個是資安 宏基資訊 是AI相關的 那安基 他是那個資安 那其實都是一樣 你兩個意思一樣 因為股價走勢都差不多 都是往上的一個格局 那這個今天也是拉回來 那拉回來也一樣 我們看這檔股票 看他的支撐 有沒有跌破 如果沒有跌破的話 這個時候這是股票 我們就來做一個留意 他是屬於什麼 屬於安基資訊是資安 這是資安 但是兩個都差不多 二選一 你也不用全 如果你想買的話 也不用全買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要看他這個支撐 沒有破 你就可以考慮 好 那再來 再來還有誰呢 瑞陽 這個就跟AI題材有關係的 CHAB GPT 他旗下有對話 對話的機器人 對話機器人 這個AI就是聊天機器人 好 那瑞陽的話也是 那今天也是拉回來 拉回來 我們先看 這段突破的時候 這裡拉回來 這個跳空缺口 我說過的缺口代表兩個東西 代表什麼 代表趨勢 就是說這一段上漲 往上跳上去 這個都是指數率之進去推的 推完之後 他會做一個回測 回測這個缺口支撐 有沒有跌破 也沒有跌破 在這裡做一個什麼 震盪整理 好 今天我們看一下K線 我們看一下K線 K線連結起來 好 今天剛好來到一個短壓力 目前還是在這裡做一個整理 這個整理 還是一個技術性的整理 那下方的支撐沒有跌破的話 整理到後面 應該怎麼樣 應該有機會 看看下面的支撐 這個也可以來做一個留意 了解吧 那這是屬於瑞陽 瑞陽就是跟GPT相關的 那生技股類似的機會的話 我覺得博勝生醫 這個跟骨科相關的 骨科 骨科相關 基本面他有這麼多的題材 有這麼多的題材 我說過我看技術面 這是一本面 他有這麼多的題材 那這麼多的題材 都是他未來可以去發揮的題材 我們只看什麼 我說過我只看股價 價格走勢 它是不會騙人的 價格走勢是不會騙人 我打個比方 投資朋友如果股票 你為什麼會套在高檔 一般來講 股票套在高檔 都是基本面最好的時候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那個像面板 面板一年的獲利不好 對不對 但是在還沒下來之前 他的獲利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說只看基本面 會有基本面的迷思 通常股價最高檔的時候 都是基本面最好的時候 包含那個我們講的低論 低論記憶體相關的 股價的高位都是基本面最好的時候 本益比很低 那股價低檔一般都是基本面不好的時候 所以說基本面會有迷思 那技術面它不會騙人 我說為什麼技術面不會騙人 因為所有的股價走勢 它在反應的各位 你們如果真的想把股價研究清楚的話 所有的股價走勢 它在反應的都是什麼 都是主力資金的行為 你要在市場上賺錢 你一定要瞭解什麼叫做主力行為 老師像這個缺口 跳空缺口就是你剛剛說的 所謂的趨勢在哪裡嗎 我們這樣子講吧 股票不會莫名其妙 漲上去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跳上去就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這一段整理結束了 他要進入新的另外一段的上漲趨勢 所以他才會出現什麼 出現一個網上的一個跳空缺口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會有網上跳空缺口 不是你散戶買 就能跳空缺口 不是你買買看看 明天能不能跳空缺口 量要夠大 對他一定有資金可以去主導 他的股價走勢 我們講過 我們不要去管那個資金是誰 他買的一定比你多 他買的一定比你多 你就不用擔心 只要他沒跑 你可以跟他一起做 他跑了 你能買幾張 你買的一定比他少 他跑了你跟著跑就好了 其實這是做股票的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觀念 所以我說 其實價格 所有的價格走勢 他最終在反映的是主力行為 那你的賺錢跟虧錢 會跟什麼 會跟主力行為有關係 你是跟著看懂主力行為 在賺 還是中了主力的陷阱 這個就很重要了 瞭解我的意思吧 你還是你中了主力陷阱 那我剛剛講過 只要他趨勢結構 沒再代表什麼 代表主力資金沒跑 那主力資金沒跑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判斷 拉回來看支撐 守不守 守住支撐 他就會繼續漲 瞭解吧 好 那再來 這支也是可以留意的 包含這個也是 這也是 股票他不會莫名其妙漲上去 我們這麼講吧 這段漲上去一定有主力資金行為 在裡面對不對 好 漲上去他開始整理了 那整理我們看這個支撐 有沒有跌破 沒有跌破就表示什麼 表示主力資金還在 那主力資金還在的話 這這 這個就怎麼樣 這個就可以留意 那這個也是 基本面也不錯 基本面我不講了 這個也是跟相 跟生計相關 生計白內障 講到白內障我都有一點點 因為超過五十歲以後 老年雷口就會有了 我那個去年去檢查 也有一點 那我們人口老化 這個從產業長期去看 這個我看的是股價 那這檔股票是什麼 如果你有興趣的 如果有興趣的 很簡單 來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我們看那個CC17 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好 導播我們切一下 對 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那有好的機會 比如說行情 什麼情況 目前行大盤是沒問題 行情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跟各位講 好 那再來我們看什麼 看底部形態 底部形態 我們過去跟各位講過的例子 也很多 我說過了 這個就是W底 頭肩底 這個箱形底 V反 這個都是我們在市場上常見的 那我們過去跟大家分享過什麼 一樣是充電方題材的 誰 飛鴻 飛鴻我在三月一號的時候 跟大家講的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多重底 也叫三重底 三重底的特色是什麼 一個底一個底一個底 比更高 那真正開始大漲 不是在這裡 也不是在這裡 也不是在這裡 是他突破之後 拉回來之後 他整個底部完成了 所以買股票 你們說不是買來等 你買來等上去又下來 上去又下來 你根本就抱不住 那你去來看一下 看一下 我跟你講完之後 在什麼時候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跟你講的時候 在這裡 要不要等 你去看要不要等 不需要等 今天又創了新高 是不是 所以你說股票市場 有沒有錢賺 有啊 那不是自作聰明的人 在賺的 是怎麼樣 是當主力資金 去推動完成 這個是完成底部形態 我跟你講完之後 他就很快的上去 當然他不是每天漲 但是同樣的 你去做一個比較 什麼時候來做 能夠怎麼樣 很輕鬆的賺到錢 是 老師 那最後 明天的關盤重點在哪裡呢 好 大盤的話 我們來看今天 今天早盤是測什麼 測十日線 所以說 短線 短線只要看十日線就可以了 十日線沒有跌破的話 就繼續漲 如果跌破 它會開始進入整理 所以十日線是關盤的重點 那目前主流還是在電子裡面